現在政府經過修訂之後的一個補選機制 都是一個荒謬和不合理的做法 政府說整個補選的建議 就是要阻止議員去辭職之後進行一個補選 但是這個替補機制 政府最新的建議 都是不能夠到絕對的狀況的 我舉個例子 如果辭職的議員的數目 多於候選人能夠替補的數目 其實政府始終都要面對 是要進行一些補選的工作 那究竟搞了一大輪 是不是真的達到政府想做的目標呢 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去想 究竟發動一些所謂變相公投的政黨政團 可不可以走出來說 不會再進行這一類這樣的政治運動 令到政府不會有一個口實 要去破壞我們很有效 行之有效的選舉方式呢 這裏請那些政黨政團驗運閘了